说到美食 这火锅也有另类的新吃法 台中一家新开幕的锅物店 最近就引进了两台造价60多万的琉璃烧 提供给用餐的客人 桌边客制化的铁板烧服务 业者表示 比起传统的铁板 这琉璃烧透过红外线导热 加温的速度是快上5倍 能够把牛排跟海鲜的水分瞬间锁住 让客人吃火锅的同时 也能够品尝到肉质鲜甜的滋味 铁板牛排在师傅的巧手厨一下 煎得滋滋作响 香气四溢 这里不是铁板烧店 而是台中一家新开的锅物料理 所提供的餐车周边服务 业者特地引进两台造价60多万的琉璃烧 来替吃火锅的客人 提供客制化的铁板烧服务 受热平均不一样 然后你铁板的话 它表面上很快就熟 可是里面不会熟 我们铁板是用红外线 去做那个阵透 所以它慢慢的上去的话 手里面的平均熟度都比较平均 琉璃烧它是一种最新的科技 它是利用远红外线穿透的力量 采取活动式范围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在每一个桌子的旁边 或者是包厢的旁边 为每一桌的宾客 提供最贴心细致的服务 它可以将食材 以宾客所要求的方式的料理方式来呈现 行动餐车不用铁板改用琉璃烧 透过红外线导热加温速度快上5倍 因此能够迅速锁住肉排和海鲜的水分 所以更能够保留食材的原味 同时也因为层层受热均匀 所以也不怕吃到没有熟的肉品和海鲜 我们的肉汁啊锁在里面 如果外面的话 它很快就把它的血水都流失掉 可是琉璃的话它的肉汁啊 跟它的鲜味都把它包装在里面 我们相信安全看得见 也就是说我们以最新鲜的食材 在宾客面前用最完美的厨艺方式呈现出来之后 不但可以达到色香味俱全 还有视觉上以及味觉上的享受 让吃饭相看秀 不管在视觉还是味觉上 都要让客人充分得到满足 业者有信心靠着创新服务和食材新鲜 能盖中部的餐饮市场闯出一片天 记者李健尤台中 才不到